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這星期繼續福光購物 真的拍不完有第二集 上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在福光買的生活小物 有3Coin 毛印 Big Camera 然後今天重錘出擊 全部都關於扮靚 美妝 衣服 袋子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在福光買了什麼 這次買得多不多的話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先分享兩個超級有緣份的香水 牌子如果英文我會讀Ospiradis 然後日文我猜是Opaladis 我不肯定 總之有一位觀眾問我這個旅程會不會買這個牌子的香水 我就回答他 我未經過到 不見了 如果我走過有的話我就去買 然後10分鐘不用 是沒有找過 我沒有搜尋過的情況下 他在我面前突然間出現了 既然吸引力法則令我去到 我就買了 總共有兩個味道 我就買了Fleur和Spring Garden 就是我聞完之後最喜歡 而且他們兩個混合後 我覺得是最舒服的味 我不用形容那些味 這個Fleur很舒服的 不會很甜的 一個比較少女清新的味 Spring Garden的話 比較香甜 有一種果圓的味道 然後他就說兩種可以一起噴 就會有一個獨特的味 我不用形容 我很努力的 重點價錢就不貴的 這個15ml我記得是3000日圓以內 即是百多元 我也覺得這樣帶出去 用來噴一下 然後平時用來補香水 都是非常不錯的尺寸 好香啊 總之就大家有興趣 還有現在太多人買Shiru 如果你不想那麼容易撞味 或者你去日本的時候 想買其他品牌 又不用太少種的話 這個品牌我也覺得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我去了今次很目的性要買的東西 就是FromDecote 上次我買了他們的眼部精華 我也覺得不錯的 很清爽 現在用得很好 今次我終於記得 我是想買這個遮瑕膏 非常之出名 非常之熱滿 它這個是說很潤身 還有遮瑕度很好 在眼底是不會乾的 暫時我還沒試 它有幾個顏色 我買的是02 我不捨得摸著 不好意思 遲些給大家用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無心插扭 馬上用一用 它是一支保濕的定妝噴霧 很舒服 是很霧化 很輕身 有淡淡的香味 我買這個就是因為排隊 買遮瑕膏的時候 看到前面的日本妹 全部人手一支 我問店員 他說旅客沒有那麼多人買 但在國內是很受歡迎的 所以聽到他這樣說 3000日元百多元 我就試了去買一支 它是很漂亮 一個淺粉紅色 而且味道很舒服 然後去到一些美妝店 買多了一次這個牌子 我還未懂得唸 它是TWICE的MOMO 做代研的 有他們的碎粉 還有這個是基本的 非常之受歡迎 我去了很多間都缺貨的 我就買了這個是2號色 我當場試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粉會掉出來 是覺得那些粉很細 但是我明明還未開的 但是它旁邊已經細到滲出來了 因為這個是貼紙來的 哇 裡面是網狀 然後那些粉 超級無敵細 我拍了一些 在手背給大家看一下 是完全沒有那種粉感的 我真的試的時候覺得很驚艷 所以就買了 我又不知道買什麼顏色 它全部都缺貨 一看到我就很想買光 但是它就買了這個03的婚姻草色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01是一個偏粉一點 會覺得是帶起的氣色多一點 我就留給大家 但是紫色我不知道大家還不喜歡 我純粹是覺得很棒的粉 我就買了 然後這個就是超級出名的BASS 又是極度缺貨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是鋼紅的給大家 然後這個是粉色的 即是改善暗沉就留給自己用 另一個牌子 我這次也是非常有興趣 叫做Lily Mule 就是紫元利賴一個前AKB48的成員 它推出的品牌 我就輕輕買了三樣東西 這個是03號色 一個Mult Sheetine 然後另一個就是07 Sensual Fixed Tint 應該一個是霧面 一個是零面 塗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兩個顏色 一個比較秋冬一點的夏天 可能要把它推開來用 然後上面這裡是比較粉嫩一點 我覺得它的包裝也很有質感 但是又未去到畫專櫃品牌的感覺 這一盒是眼影 又是長年家裡大把的大地色 但是完全抗拒不了 這個是有數的 那就是01號色 摸下去的粉質不算很有細 畫出來 是非常之容易blend 很有日系的透明感 然後它有一個閃子 一個小小的 很漂亮 是火粒的閃粉 總之就買了這個 掉了個數 就想試一下這個牌子 因為之前沒有接觸過 也很少見別人分享 永遠都要補貨的Yuzu眼線筆 又是這個Brown Black 因為上次我買了一個跟它極相似的 是叫做3650 真的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這種角形的設計 所有東西都是極相似的 因為很難找 這個Yuzu眼線筆 找不到的話 這個3650都會有 Brown Black的顏色 是可以入手的 持久度 所有都是很相似 很相近的 然後就買了Kate的三支唇膏 他們新出的顏色 這個怪獸唇膏 15、16、17 這個怪獸唇膏應該不需要我多說 它塗出來的時候是有光澤感 是比較溫柔系的 但它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好的持久 好像上面有一層黏膜的感覺 剛才這個編玫瑰色是15號色 16號色就會偏向啡色 不是每一個人日常都會用到的 挺特別的一個顏色 17號色就會偏向紫一點的 你會看到有光澤的 然後如果你擦了它 它就會Tint了在這裡 所以它是一個有持久度 然後不乾 也挺好用的 但顏色 我覺得這次又未去到 有些很驚艷的感覺 純粹是一件新色 我本身有儲蓄就買了 唇膏方面我還有兩支B4 這個是台灣Katy推介 我就忍不住買了 不是最新的系列 因為最新應該是類似怪獸唇膏的那種質地 但這個系列叫做Avance 我看到有很多顏色選擇 然後不知怎樣選擇 我就直接買回Katy 她其中兩個推介的顏色 27和34 她說34是最好用來打底的顏色 一個很淺的膚色 塗出來的感覺 又真的很淺 它是用來打底 之後做一個花反唇 加其他深的唇膏做花反唇 是不錯的 這個系列我又覺得它是塗出來 另一個橙色的 比較實正 但實得來它又滋潤 不會說乾真真的 暫時在手上 純粹是腦波藥而買 然後今次Sazen 就伸出了這個系列 Cashmere的顏色 她說得很吸引 而且包裝 今次終於再漂亮一點 之前那個是 真的比較開架的 今次這個白色 然後一個磨砂瓶蓋 我覺得質感是不錯 推出來是像一個油色潤唇膏 它又不是潤唇膏那麼透的 它也挺出色的 因為我已經買了一段時間 我已經忘了買的時候 心情是怎樣 純粹覺得很漂亮 但它真的是Cashmere 你看到推開的時候 有點像胭脂的感覺 感覺不感覺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有興趣有興趣 應該還有兩支唇膏 就是MB 它們有個系列叫Sheer Lip 都是光澤型 今年應該是流行光澤型的唇膏 它這兩個顏色 又是衰兩個字 限定 一個就叫Naked Pink 一個就叫Naked Beige 其實我試色的時候 覺得它的顏色不太適合我 而且包裝 我覺得不是我一杯茶 它很膠 其實我覺得MB的產品 那些包裝真的偏向比較膠 但是價錢又不算最便宜 但它的質感是做得好的 不過這兩個顏色 我真的覺得偏向比較淺色 比較日系雜誌妝容那類 畫出來很漂亮 但是我都已經感受到 它在我的嘴裡 因為我的嘴比較深色 我一定要做好打底 它是堅潤的 然後堅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 但是就堅淺色的 完全想像不到 它在我的嘴裡是怎樣才可以出色 但是沖著它在MB 一個限定的產品 我知道大家應該這一刻會想罵我的 但我真的很想買 不要緊的 我不適合用 我媽媽適合用 她很喜歡一些比較自然的唇膏 然後MB我還買回一個 之前我是弄壞了的 我還有繼續用的 只不過我這次就買了它 另一個顏色 我不是買回同一盒 比較膚色的 香檳金色一點的 我就覺得是更加適合我 這一種健康膚色 它真的很漂亮 我再加一點點 你看到嗎 它是完美的水波光 在這裡 是超級漂亮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日本的時候 看到這款粉狀有貨 哪一種顏色都可以的 我覺得之前買的粉紅色都漂亮 然後現在買的香檳色都漂亮 它的名字叫做Luminizing Powder 我買了一個眼影Base 塗在眼蓋上 這個我就不去試了 因為都是塗出來白色的質地 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告訴我 我在IG那裡分享 也是買了它們一個 髮制線這些位置 用來修飾的Hair Makeup Powder 之後就到大家千呼萬喚 很多朋友叫我試的 Canmake一個餓殘的盤 有沒有 再用後面的掃 是那個陰影位 拿著它的閃粉 點在臥殘的位置 好了我研究一下 怎樣用 因為也有很多人說 它旁邊這個顏色 是遮涙淚溝 一個非常好的神器 但我想我需要時間 跟它去做一個磨合 兩邊有沒有分別 再買多了兩個遮瑕膏 就是三線了 我當場試的時候 也有嚇到的 它是做一些舞台妝的品牌 我總共買了兩個顏色 但那個顏色名字是日文 總之一個偏橙一點 一個偏膚色一點 我打算用來做調色 摸下去 它是超滑 超creamy 好像粉底一樣 然後一推出來 是比較潔身的 有潤感的 感覺到遮瑕度 應該很高 這個也遲些再跟大家評價 很難找的 它不是所有的藥妝店都可以買的 我是要上它三線的官網 然後找回相對應 哪一個地區的哪一間店 才會有它們的counter 但又不是專櫃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買的話 就要上官網看清楚資料 然後就到Snydo Beauty 這個牌子我上次都有買的 這次買了最新出 又是限定 我又是被這兩個字打敗了 它們的防曬碎粉 包裝超美 真的有分別的開架和專櫃 那個質感摸下去是完全不一樣 當然價錢也很不一樣 這個UV Powder 它打開出來我就買了一個 膚色 它還有一個紫色的 但我試過太白了 其實它是有閃粉的 不過它塗出來的時候 透明感也挺重的 我真的除了Decorte的遮瑕 不捨得用 其他我都開了 無所謂 你看到這麼黑的一個手臂底下 它也是做到一個膚色 有一點點提亮的效果 當然我現在拿了很多 總之它是可以補防塑 我覺得很方便 另外這個就是給店員的誠意打動 他說很適合我用 不過我用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遮瑕度有點低 就是它們新出的一個concealer 是比較筆狀的 我覺得像highlight的一個concealer 多一點 就是一直這樣擠出來 然後擠到它有遮瑕膏的時候 我就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偏向比較cream 然後太多了 總之推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遮瑕度的分別 這個是完全看不到皮膚的 但是這裡你推開它是透膚的 所以我就買了比較白一點的顏色 就打算是用來做一個highlight的效果 化妝品就是這麼多 我覺得也不算很厲害而已 然後護膚品我就買了這個超級無敵熱門的美白精華 這個是LDK五連罐 超厲害的 而且它也是在日本買最便宜的 然後面膜就買了現在人氣No.1的素牙面膜 它是說敷完它好像睡了百個小時那麼厲害 如果我們不夠睡的時候敷它 就可以補回來了 它是一包有七塊的 摸下去比起其他的面膜好像再軟一點的 但是我就沒用過了 然後我也買了這一款是韓國牌子的面膜 故事就是我的朋友說這個面膜很好用 我就拍張照片給他 他說日本也可以買 然後他就說很便宜 這個價錢不如幫我買 我就問他要多少 他說要兩盒 然後我另一個朋友又要兩盒 我怕不撿輸了 我也買了兩盒 所以TOTAL就買了六盒的面膜 我敷完後我有敷過的 這個真的挺不錯的 保濕度做得很好 然後面膜也很舒服 不會容易爛 但是我又未去到驚為天人 我記得價錢大約50元左右 一包有四塊 我不知道韓國便宜一點還是日本便宜一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在FANCO買了兩款保健品 這個我是做了資料搜集想試的 他專門給長時間對著電腦電話 即是我這些人去移設 因為我發現自己現在戴戶的時間 越來越不可以那麼久 很快就乾了 所以我就打算買這個 買了三包 但是我回來 因為我同時間買了這個 我就發現裡面好像是有重複了 這個我覺得他很會去捉一些消費者心理 他上面這麼大的字寫著30歲的人士 是應該要吃這些的製作 他是包了你一天的所需 一包就搞定 不用買這麼多瓶 我就覺得好像很方便 他有不同的歲數 有30、60、40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自己年齡 看那些製作合不適合你 例如他裡面有維他命BC 有乳酸菌、藍莓、DHA、鐵、葉酸 所以我也覺得挺不錯的 還有Collagen 我買了一包 因為接下來我還不會去日本 我就想試試吃這麼多的製作 每天吃一包這麼多粒 究竟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之後三個袋 不多的 最主要是在GU買 我現在穿著這件 也是的 當時是新出的 我打算買完所有顏色 但是付錢的時候忘記了 所以我買了這片灰綠色 但它還有一個比較米白色 我都覺得很漂亮 接下來我會再買它 之後就買了一雙鞋 因為當時帶了一套衣服 我想不到襯什麼鞋 我打算即場買 又真的讓我買到 就是這一雙紫藍色 有多好穿 我穿了它全天 新鞋完全沒有刮腳 不需要貼膠布 我竟然是可以由早到晚 沒事 還買了一件是均綠色的 一個比較工裝款 下面可以索帶的短板上身衣 這件我也覺得很舒服 質地很透氣 然後就買了一個 用來跑步做運動穿的一件外套 我想大家應該沒有興趣 這些用來擋一下太陽 擋一下風 然後就買了三個袋 第一個就是大家超級無敵 詢問到極高 我不知道香港有得買沒有 因為大家都在等 這個粉藍色 它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用來襯一個造型 是非常之好 任何一枝水或遮瑕 放進去是完全沒問題的 當然那些電話 是可以輕鬆放進去 然後就買了一個 青檸顏色的一個袋 這個也是之前很流行的 有三個袋子 拍在旁邊的一個小袋子 它也是可以放到這一枝 所以電話也是沒問題的 它也不是一個廢袋 然後索成 我覺得夏天用來穿一些白色的短T 再加上一個牛仔褲 配這個顏色是超級漂亮 之後就買了一個為容量 這麼大一個是連電腦都放進去 我都不用再示範它 可以放到一些什麼 一個和尚袋子 它有些厚度摸下去是很舒服的 然後這麼多的直線 垂墜是做得很好的 我還買了一些襪子 底褲 應該大家無興趣看的了 最後就有這個袋子 它的名字叫做 Zuma Bag 我在福光的時候看到一位YouTuber 叫做TodoChris Chris就介紹這個袋子 是在日本製造 然後價錢是很便宜 3000多日圓 我剛好在福光看到購物落 我就燒得很嚴重 真的臨上機之前 我也是去商場買這個袋子 是一個這樣的購物袋 它可以做到一個綁著它 然後就手抽又可以 然後或者像我一樣 Chris也是這樣的 他買多了一條帶 我現在忘記的 我要想回那個綁法 因為有一個特定的綁法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成重量 又不怕會脫掉出來 然後它的布料是極漂亮 真的極厚實 是一個Made in Japan 一個價錢是這麼划算的話 我都覺得是挺值得去買的 我沒有做什麼功課 我純粹是被燒的 所以暫時就沒有一個使用心得 大家如果想看OOTD的話 戴上去是怎樣 綁出來是怎樣 我遲些綁完再出街的時候 就拍給大家在IG那裡看 或者你們可以去Chris的頻道 它是有綁好好 很漂亮的展示出來 大家可以去參考 它的拼式是做得很漂亮 還有很多不同的布料 這個是我覺得最輕 所以我就選了它 用來放狗都覺得很方便 這次就是 所有所有的福光購物樂 終於圓滿結束了 希望大家真的看得很開心 可以參考一下 最近在日本買了些什麼 我上次不是說過 那個3Coin的整合影片 還沒有拍的 因為接下來我會再去多次日本 我和媽媽 所以可能跟她走完之後 問了一個真正的主婦的意見 看看哪些是真的有用的 我可能在未來 沒有那麼快 不是這一個月裡面 就會出的了 我會拍的 真的會拍的 這條影片 因為大家都有興趣 這條影片 因為大家都有興趣 因為大家都有興趣 因為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然後我又買得很開心 送給大家 這條影片 會有三個名額 你就留言 覺得這次我在日本買東西 最燒到你是什麼 你就留言 再加上你的IG名 IG帳號的名字 就可以參加這個 我已經公佈了三個 我已經拖了很久 因為我經常都沒有時間 去包一些禮物 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還沒記上一次的禮物 我就再公佈下一次 好像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就拖了一陣子 這個拖延症我會改的 不過不要緊 這些是心意 大家都不介意 我想大家都不介意 所以我會改的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